大家好,我是文蕊 最近这两天有一件事可能很多人听说了 就是这个官媒半月谈 他发表了一个文章叫什么呢 社区食堂持续营运有困扰 发了这么一个文章 这意思说的就很直白了 我看到这个文章以后我就笑了 哎呀,这怎么会这个样子 对不对 你党媒啊,官媒啊 就直接出来讲说社区食堂 持续营运有困扰 说的也太直白了 对不对 你知道习近平这个脸往哪放啊 是不是 习近平二十大连任以后 他先到了带着七常委 带着其他六常委吧 到了延安宣誓 然后就是给人感觉 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那是要走这个毛路线 后来我们就看到这个 什么供销社啊 什么这个什么社区食堂啊 就这些食材都出来了 对吧 那给人感觉好 就是习近平要这个雄心勃勃 要干一番 对不对 就是所谓他自己的一个大事业 结果这刚几个月啊 这刚三四个月啊 对不对 这怎么就持续盈云有困扰了 对不对 那两个确立 对不对 那决定性意义啊 你怎么就有困扰了 对不对 你这太不给习近平面子了 是吧 对不对 你说今天我看到这个文章 我就想起一个词 你知道 以前咱们都说总加速师嘛 对不对 但我觉得总加速师这个词吧 就已经过时了 你这没啥意思 你知道 很难确切的描述这个状态 然后后来又出现个 这词可能是我 我先提出来 叫总烂美诗 总烂美诗 我觉得好像也有点过时了 我觉得 现在咱们就提过他 就总打脸诗 但这个语法上 可能有些问题 应该就总被打脸诗 应该这么说是比较确切的 但这么说有点 变得就是总打脸诗 我觉得真是这样 这也来的太快了 对不对 你说对吧 总方人不动摇 后来包括你开放 这前后也经历过 这几年的时间 对不对 包括你给滴滴松忙也好 给教培行业松忙也好 包括很多其他政策转向 它总是有一个时间周期的 尸码也在一两年之内 对不对 你起码得顾虑 顾虑下一尊的面子 结果可倒好 对吧 党媒自己出来说话了 持续营运有困扰 哎呀我天 那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这样 对不对 我给大家做出一个结论 就是习近平面子丢的有多大 打脸打的有多疼 我们就知道 背后的信息就是什么 经济就能够有多差 就是这样 经济差到什么程度 我们就能可见一般 就是这个样子 是吧 就是这个 社区食堂吧 说到底 对不对 就是有人说 人就为啥去社区食堂呢 有人说是距离近 这都不是核心原因 最核心原因就是便宜 便宜 为啥便宜 是因为你们运营的好 对不对 你这样一个国营企业 你运营的好 对不对 你就做到了既有利润 还能降低成本 然后怎么怎么样的 就是便宜 这谁信呢 谁也不信 说白了 就政府补贴嘛 财政补贴嘛 对不对 给你钱 就像吃大锅饭一样 然后这些员工 也不用不太考虑这个利润 反正咱们把饭做出来就行 按照便宜价格 你政府你说几块就几块 出卖就完事了 也就是说 它全都是一个靠政府补贴的 这样的一个机构 那大家就知道这个理由了吧 原因是吧 那没钱了吗 没钱你怎么运营下去 是不是 那么多社区食堂 全都靠政府补贴 那政府官员还想 我们自己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我们现在这个公务员 都要这个裁员 都要变成合同工了 我们还搞什么这个社区食堂 像习近平报告 伟大的习主席 不行了 现在没钱了 对不对 你想撑你自己的面子 行你给钱吧 你不给钱 我们大政 是不是 你不能 这好事都让你占了 对吧 有面子都让你占了 最后这困难都 就是交到我们手上 那我们都难办 对不对 你还不给我们钱 对吧 整天讲什么 要跟你保持一致 没有钱 哪来的一致啊 那基本上就是这些官员 就这么个心态 所以说呢 整体上没钱了 那习近平面子 也就不值钱了 他就文章 党内就该说说吧 我再念一遍 社区食堂 持续营运有困扰 是人家 这个就是 板上钉钉的党内 半夜谈 人家说的 这不是我说的 这不是我 我再是胡说八道了 我再看一看 所以这就是 整个中国目前的 这个财政 真实情况的 这个写照 我再说一遍 习近平打脸打得有多疼 中国财政就多恶化 就这样的情况 这两天我一直在 谈论中国财政的状况问题 包括很多公园减薪 甚至要变成合同工 这样的消息 出来 然后包括昨天我谈到 新能源汽车 消除量大幅下降的因素 包括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文章 背后就是财政出了 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这个严重程度 可能远远超出 我们的想象 最近有一个数字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现在吃财政饭的人 有人算了一下 大概有八千万人左右 那么就是说 这八千万人 他们的工资 一年就占到整个 中国地方中央财政 加起的40%左右 但是我觉得这个数字 远不止于此 我觉得 因为他那个地方财政 包括中央财政 那个数字 可能也不真实 对吧 可能说的多 然后就是这些 吃财政饭的人的数量 可能也比这还要多 因为有很多人 他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去占用财政资源 对吧 吃财政饭 可能那些名单 你可能都不清楚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数字 这个比例可能更大 你想一想 对不对 因为财政到了什么程度 不断的缩税 图记财政也不行了 各项税收也收不上来 对不对 不是增加大规模 增加税收人员 就是想征税 对不对 钱没有了 吃财政饭的人还那么多 然后还有很多这种 各种各样的加速 这咱就不提了 你说这日子往下怎么过 根本没有办法过 钱也没有了吧 像我昨天讲了 这的话得反复讲 就是钱也没有了 你各种各样的矛盾 你肯定会体现出来 肯定会出现很多 让人瞠目结实的事 这是跑不了的 你知道吗 就像一部机器一样 钱就是整个机器的 中华机 你中华机没有了 你这机器肯定要出声音 肯定要哪出故障 这百分之百的 你这钱越少 就问题出的越大 再别广说中国 就是说韩国这两天 韩国这两天发生的这个事 多让人演话缭乱 你知道吗 今天早上起来 看到一个什么小球 当然挺吃惊 就是韩国大企业 像乐天这样的大企业 提出希望退职 希望退职就是 就是我不说裁员裁你 你们自己主动的 就说我要辞职 对不对 他这个希望退职 还不仅限于说 说是这个岁数大的人 就是针对所有的人 你想退职都可以 就说明他们运行的很困难了 对吧 这还是韩国的情况 你知道吗 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整体上就是越来越难 越来越难 这往后的事肯定越来越多 不信咱们就一直跟着看 2023年肯定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对吧 钱没有了 这个体制肯定就撑不下去 对吧 现在整个习近平的这个状况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状况 习近平这个状况 就什么呢 一般来讲 我们在生活当中 都会碰到有人反对你 有人不同意你的意见 有人甚至打击你 对不对 在生活当中 肯定是会碰到很多这样的事情 对于这样的人 你在被反对被打击的时候 你肯定不舒服 你肯定很讨厌那个人 但是可能过了几个月 或者过了这一年以后 你回头来看一看 你可能会非常感谢那个反对你的人 虽然他的用心不一定好 但是你可能在心里面就想 哎呦 我当时幸亏他反对我呀 幸亏他阻止我 对吧 怎么要否则的话 那时候 哎呦 这可要犯大错 是不是 但现在习近平的情况是什么 没有任何人反对你 你想做啥都行 习近平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那习近平一句话 顶一万句话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就基本上是这样一句话 不仅没有任何人阻拦你 反而呢 很多人还在给你唱单歌 你说啥 别说哎呦 对对对对对 你说太对了 习近平这英明伟大 你这太了不起了 就是全都是听你 那你说习近平他现在就走入到了一种 一个就是怎么说呢 这是语言很难形容的这样一种状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是问题是啥 他自己的能力有限 他自己的这个水平有限 他认知程度有限 是不是 然后再加上他还比较这个 有时候情绪化 性格还更倔强 最近你看流浪地球这个事 外交部这一拨三折搞的 对不对 那就是自己给自己添堵啊 就是不把这个事情搞得最糟糕 不把自己搞得这个最尴尬 最难堪 他不罢休 就是基本上出于那么一个状态 你知道吗 然后他没有人拦着 那你说中国整个这个情况 会是一个什么状况啊 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能消停呢 一点点消停 就是钱确实没有了 人和这个钱的这个关系啊 可能很多人很有感触 就是自己有钱的时候 那不得了 对不对 厨余都横着走 是不是 就恨不得好像说 什么奔驰宝马 不在眼里 什么豪宅 好像就觉得 了不得一没钱了 那自己人整个这个精神状态 就不行了 信心也没有了 周围的人可能也不跟你联系了 中国现在就出于这个状况 大规模资金没有的时候 那么这个党 包括习近平本人 未来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的 咱们慢慢看 好 这期节目就聊这么多 咱们这个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